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陆经济可以说的是 江河日下 现在出口最大的 猪参国也好 长参国也好 现在看到货柜的出口量是严重萎缩的 香港亦首当其冲 因为香港政府一直在说要背购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一决不振的情况下 没有订单 码头的空箱可以说是无计其数 出现了副担长 贸易顺差时代也彻底成为了历史 中共怎样面对这个情况呢? 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就是重新搞基建 也就是说要走旧路了 究竟行不行呢?行不行行得通呢? 今天我们请陆桥来和我们讲一下他的看法 我们先看看中共自己怎样说 刚刚过了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他们有一个公布 再次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 供应冲击 预期减弱这三种压力 又说现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大家必须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是惊涂海浪的重大考验 自己都知道不是很妥的 用了这些形容词 现在挽救经济是中共最紧要的一件事 其他各省市也都受到这个压力 就是要搞活经济 他们自己搞坏了之后又要搞活了 我们现在的分析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个剧本呢? 中共自己自作自受已经写好了 一幕一幕这样上演 那我们久不久就会更新一下 看看它现在的演变情况是怎样 但是就刚才阿石头都说了 所有的数据出来给我们感觉 它真是江河日下 我想它要翻身是很难的了 中国经济2022年就说自己增长了3% 那就已经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增长率了 它自己说3%我们当然觉得是有水分的 但是就先听着吧 那今年它就说要5.5% 那很多人就觉得它在这儿发梦 这个根据中共自己的数据 它说城市就业人口是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 那就是人的支出 就是消费亚的支出 亦都是罕见地下降的 那还有就是人民的收入呢 那个增长是最小幅度的 这个是过去30年来呢 是增长得最少的 那一句话就是 现在的中国大陆的人呢 的生活是困难的 这些数据都给我们感觉 他们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那就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经济体 其实它是很大程度就是撑起这个世界工厂的 现在来说这两个经济体都很衰落了 进出口就差到不得了 那就包括上海、浙江、广东啊 这三个重镇都淪陷了 当然这些都是有数据去支撑 不过我们先讲香港先 刚才石榴提到香港 香港真的它的跌势是很惊人的 那刚刚统计处呢 就是在星期一就公布了最新的数字 它说一月香港的整体进出口货值呢 是同比跌了36.7% 即是几乎是四成的了 是1953年这7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就在出口方面是萎缩得非常之严重的 比如对日本的出口呢 是减少了50% 对台湾的出口呢 就减少了45% 整个亚洲来说呢 是平均呢 就减少了四成 那去欧洲的呢 欧美的呢 德国呢 就是减少了40% 那进口的情况也是下跌的 从中国进口的货值 就是同比减少了四成 香港一向都依赖祖国 刚才石楼说了 有祖国靠背 是吧 依赖中国 中国的市场 但是现在 香港的情况 其实就反映了 当然自己就是受苦了 但是也都反映了 中国大陆的情况 是很不行 因为中国大陆 是很多时候 是靠香港作为一个出口的嘛 一个出口港来的嘛 现在香港这样跌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贸易 出了大问题 那如果香港这样跌 就根据那些财经专家 就是一定就不是进出口 那么简单 就影响到香港的方方面面的 第一个受打击的呢 就是金融业 那就有一位经济学家 叫做施灵 他就说了 他就说 中国过去就靠这个贸易差额 就赚外汇了 总而言之 就是他赚得比人多的 但是现在来说 情况可能会改变了 就是从一个贸易顺差的大国 会变成一个疫差的国家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第一就是 就是中共坚持清零 错过了和世界同步开放 人家全部去恢复的时候 他自己自刚刚受到清零的苦果 他的后果现在就出现了 人家都开放了 已经是复苏当中 他自刚刚就圆了 绝大部分的人民 他们就是那个染疫的过程 那就在这段期间 很多外贸订单 就不等你了 你搞了三年那么久 就转向了印度 东南亚市场 那这个是一个原因 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那比较间接的原因 就是劳动力真的 就是减少了很多 主要就是 就是那个生育率很低 越来越少年轻人 越来越多老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可能增加生产力 这个比较是没有那么眼前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发生了 而这一样东西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越来越严重的 就是以前都说过 你说现在你逼那些人生三胎 他都要等20年那个兽子 才会长大成人 才能够成为劳动力 那现在来说 这个情况 这个是关于中共的将来 是前景一点都不乐观的 这位司令也都说到 他就说 有两个指数 就是能够说得出 就是中国大陆的世界工厂的地位 已经不保了 一个就是香港进出口的数字 变得很差 那我们说了 刚才分析了 那另外呢 也都不只是香港 比如深圳港口的集装商 上海 天津 凌波 全部集装商 这些的空置率都非常之高 那就是这两样加起来 就可以说得出 就是中共所拿到的订单 已经是串线下滑 没有人给它订单 所以才会进出口这么低 只会这么多空商率 这些货柜码头 这么多的空商率 那所以这两个 可以说可以证明到是这样 那又说回这个集装商 集装商其实都挺夸张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2021年期间 全世界真的很受疫情的影响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都是很受影响 越南本来很蓬勃的 一下子 全部都怎么说 可以说都倒了 因为所有的工人都染疫 很多人回了家 全世界都很惨 但是那时候来说 中共用清零的方式 是当时来说 是稍微控制得 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好一些 所以那些订单 全部都去了那里 直接那些货柜码头 就是水涨船高 那些集装商 生意非常之好 而且价钱高到 比平时高到四五倍 那段时间是非常之好 但是很快随着疫情 在东南亚国家 或者欧美全部 慢慢減缓的时候 那些订单 就不再去中国了 就全部回到 本来有这些订单的地方 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 这样的情况 那些情况 是好像 roller coaster 那样的 好像那些很高 然后跌回 跌回 现在来说 就非常之惨了 那些价格 就是这些集装商的价格 是迅速回落 就算回落 没有人要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很多世界上的消费者 就不再买商品了 反而就要去旅游和娱乐 做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就是对货物的需求 可能没有以前封城期间那么多 那另外就是 整体来说 世界经济是在衰退的 很多地方 就是现在高通涨 都很贵 对货物的需求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而减低 对集装商的需求也是减了 那这些东西 其实集装商的情况那么差 都会是影响了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因为听说现在很多的船务公司 就不会说一条船 由这里直接就是由中国大陆 一开开就去到美国旧金山 不会这样的了 他们就会是船博船船博船 这样因为比较便宜一些 听说这样便宜一些 那它船博船船博船 这样搞法就会影响货物到达 比如美国旧金山的时间 那也有很多货船 因为它装不会 所以它就为了减少这个成本 它也都是没有那么多的shipment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开那么多班的轮次了 所以各样的东西都其实都是影响着的 影响着一些的 当然就是集装商的生意 也都影响了我们在中国以外的消费者 那这次进出口为什么会这么差呢 中国不是一直说它们是世界工厂 很多的产业链都留在中国大陆 那现在是不是产业链开始外移 即是已经移走了 而导致现在这样的结果呢 那当然进出口它之所以这么差 就是因为产业链已经是外移了 那产业链已经走了就不回来了 以前都说过很多次了 走了就走了 因为都不容易的 要决心地在中国那里 将产业链外移 而在东南亚的国家 要重新撤厂 重新请人 重新训练员工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就是中共将来要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件事 就是以前我有朋友跟我说 他是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 他几年前跟我说 他说没得给的 那些越南 泰国 印尼 那些没得跟中国给的 那原因就是说 那些工人在中国已经很熟手的了 另外那些设备等等都很齐全的了 那所以玩的 给小小单他们就OK 但是现在的情况 就跟他所说的就不是一样了 因为在三年疫情期间 听说 各个国家都及时去训练自己的人才 补充自己有设施上的不足 积极地建设自己的厂房 尽量在法规方面改变 要去迎合西方国家 比如人权方面的要求 比如你不可以叫你的员工 一天做十四个钟 你不行了 好像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国家全部慢慢都跟上来了 这件事也是中国共产党 他可能始料不求 他本来是很有信心 他的产业链是全世界 没有人救他这么齐全 这么好的 当然这个产业链 爱怡就是因为管控的政策 之前就因为人工已经很高 因为他们的税务也都很高 跟着就再加上清零 种种的情况 不过听说 就是上海是今次中共转运的开始 因为上海来说是世界一个很大的港口 也都是整个中共向外经济的最重要的龙头 上海因为清零出了事 所以就重创了整个经济界对中国的信心 这个也是非常之有可能的 你这么说这个可能性都挺大的 因为当时是李强主政上海 就是由于李强主政 令到上海出现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转折点 但是现在李强还要上了政治局上位 还要是主政迷经济做总理 不贵得外资是没有信心 那中国美国商会 就在3月1日发布了2023年度的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 就说到有55%的美国在中国的商户 他不再优先考虑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的地方 或者将这个中国作为它投资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位就拉下来了 那当然另外还有45%仍然是 就是视中国是一个主要的 或者是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 那但是这一次来说 是2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总共有55%这么多的商户 是觉得他们不再 就是视中共为优先的投资国 这些就是会走的 这些人已经这么说了 他不会说我现在走 因为走真的也是有一些时间 既然他都不当你这个主要的投资地 那他会慢慢走 或者快快走 不过他不会告诉他 他现在走着 他不会这么说 所以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苹果公司 大家这两天听到可能很多 很多供应商都说要走 那在苹果最重要的10家供应商里面 有9家就只是准备大举丝到印度 主要是印度 因为它是一个科技产品 那另外很多也都说会去越南 正是在越南就投资工厂 就扩张 本来印度已经有少少的厂房要扩张 全部都是做这些东西 那其实中共 为什么我刚才说 他这个剧本是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 而现在也是自作自受 写了这个剧本一幕一幕 已经给他自己看 那当然就是中共在全世界的野心 那种扩张 偷人家一些知识产权 隐瞒疫情 破坏人权 又要和美中要去斗 不停地在俄乌的战争里面 在玩花款 那就令到美国很生气 很多的因素 我们过去两三年都是说这些因素 令到美中的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没办法挽回的地步 其实美国在之前 克林顿的时间 那里是帮他入了这个世贸 给了他很多机会 不但帮他入世贸 也给了他很多 给他最维国 各方面给了他很多机会 现在就一步一步收回了 那我们听得最多的当然就是 在这个晶片方面 就是美国是全力去限制 将这个高科技这些晶片 现在连低科技都要禁 以前就是5G 现在听说4G都要禁 全部禁 断他将来的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感受到 就是特别这三年疫情的期间 每个国家都感受到自己是多么依赖中共 那个依赖程度 是到最后连口罩都没有 连退销药都买不到 连最简单的药物 都是控制在中共的手里面 那这个世界是醒的了 这个时候 我不理你什么都好 总之我就一步一步跟你脱钩 我一定将来不会再这样依赖你 那美国当然也是明白这一点 这一点不止是美国明白 任何和中共的贸易往来很频繁的国家 都感受到这一点 那今次呢 这个产业链走 那些钱带走 产业链走 肯定将那些钱都带走 但是走的 就不止说只是这些外国人 内资都走很多 就是中国大陆自己的人 他们都将他们的资金不停搬走 有做企业的就搬去另一个国家 一样有可能的就走 另外没有企业的都自己带着钱走 就是上层的有上层走 中层的就借着兽子出国铺路 以后全部都是打算走 所谓的润 就是他们的转 他们的润 就是这样来的了 照你这么说 就是中国大陆的私企 他们都是上风最发走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了 就是中共的经济已经是内需 或者是外贸 和这个投资都全面出了问题 他会怎样去面对呢 还有他有什么主要的发展呢 首先我想说就是 在俄乌问题上 习近平他还是这么囂张 他现在还是做很多姿势给美国看 我不一定要听你的 我和俄国是有可能是他结盟的 他这么囂张 做这些全世界的西方国家 头头是循循善有 后来就已经是对他 没有了内心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这么做的 我看到拜登说 如果中共真的提供那个 致命性武器给俄罗斯的话 就有真正的制裁 他还要顺便说一句 你看俄罗斯的结果就知道 有多少外资走了 其实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台海开战 美国和中共如果是对立的话 外商一定要走 外商看到中共这样做 其实心里面是很心寒的 他知道这样搞法 就迟早中共会被制裁 一被制裁的话 就在中国的企业 是全部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目前来说 就是能够走就尽快走 不能够走就慢慢走 逐步走 一步一步走 还有一个就是台海战争 这个可能性也是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不止制裁这么简单 制裁当然会 会对中共有很多制裁 但是如果台海战争 特别是沿海 所有地方这些省份 真是可能变成战区的 变成战区好像乌克兰那样 那你怎么去 当然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会变乌克兰 希望都不会发生到这样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你所有的投资 你所有的产业 是化为乌有的 那么我们都要说 那些商人是非常 对这些的看法是很好 也都是很精明的 他们不会看不到 所以这个中国的投资 已经成为高风险区了 所以这个情况 我这样也是很容易明白的 当然现在中共的经济 发展到今时今日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 都是很大 说得简单些 现在中共的经济是这么差 他都没有条件再向外国 输入些什么 钢、铁、煤或者什么 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他那些什么原材料 所有的东西 他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那么世界经济 很多的世界经济 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是一些名牌的产品 以前都全部都去上海买 但是现在来说 根本也都没有人买了 或者没有那么多人买了 那么中国也都因为 产业链遷移 各种的原因 他订单很少 已经没有办法 将廉价品输出来给我们用 就是这样 那么就中共来说 其实他要怎么去解决 目前的经济危机呢 我觉得他的手段是很有限的 就是你出口贸易 这些不道理控制 你没有单就出不了 内需现在的人 刚刚经过三年疫情 那么多的状况出现 他们怎么会去将那些钱 随便洗 好像中共希望他们那样 去买屋啊 买房啊 买车啊 不会的了 但是在中共没有办法之下 他想来想去 就想回一个屎子 就是以前的就是用房屋了 又是用房屋了 就是希望那些人买屋啊 因为这个房地产来说 因为这个房地产来说 占中共的GDP的30%到40% 看你怎么计算了 但是也有30%到40% 但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 现在大部分居民 他收入不稳定 或者收入减少 他那些钱他都收了 他自己存了 有机会就走 有机会就把资金转移 很多的自己个人的计划 他总不知这些都很应份的 他自己赚到的钱 他亿自己 他为什么要亿你 为什么要配合你 你以为以前好像以前这么好骗 另外就是 根本上这些 对住宅的需求已经饱和了 前几天 有一个新闻也是很热的 就是 他们自己公布 有6亿间大厦 不是6亿间单位 是大厦 是一个建筑物 有6亿那么多 是被人住的 大概可以 就是 够34亿人去居住的 意思就是说 根本在中国大陆 你这么多年 这么40 三四十年建了这么多屋 人人都应该有屋的了 他如果不去炒的话 他住得多少 他一个人就住一间 或者两间 顶多 所以已经饱和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去 利用房屋 就给一些发展商 还借钱给他们去发展 地方又将土地又撥出来 卖给发展商 那是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根本就没有需求 你做这么多都没用 就是说人都不喝 不想喝咖啡 你做几壶咖啡放在那里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没人喝了 大家都不想再喝了 但是房地产 因为和中共的很多的企业 是在一起的了 比如说地方政府 银行 还有一些和建筑业有关的行业 玻璃 或者是窗 或者是门锁 或者是油漆 就是总之很多行业 听说有五十多个这样的行业 是在一起的 房地产失了的话 这些产业都没有用的了 就是他不再需要玻璃 不再需要门窗的了 全部都是会破产的 那破产之后就是失业 失业大潮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房地产不是可以解决 中共问题的一个方向来的 那说到失业 那我想大家最近都可能看到 就是在东莞 就是9元一个小时 去招临时工 临时工 就是什么benefit都没有 什么福利都没有了 那都可能有人做的 但是我听说就是在中国大陆 看到这些短片是不看的 很多工人现在流离失爽 那些不肯回家住 那些城市都在流浪 总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工 但是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 有些没办法就回家 有些已经花光了 即速也没办法 不回去老家 那就要用家人的钱 那开始觉得很焦虑 那农民工除了流离失所之外 即是如果再找不到工 就一定要回家 回家更加没工 回家是等自己一些 还有少少的钱用完之后 就是绝路来的 这些年轻人走到绝路 真的没办法 饭都没得开 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的时候 那就是中共应该很害怕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事情 一定会反抗 一定会突然间觉得 就是他们已经没了希望 是中共这个政权 令到他们没了希望 一定会是这样 好像李克强说这些人 有两亿是叫做灵活就业者 可能就是说这些人 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止 还有就是退休金的问题 也是很大 前一段时间有个白发革命 一些老人家出来 因为他们那些健保 给不足他们 就出来要革命 最近也说要把退休年龄 就是退到65岁 想问一个问题 中共为什么说它没有钱 那它不是说有两三万亿 这个外汇存体 既然有那么多钱 怎么会说没有钱 因为为什么没有钱 听说他们规控了这个退休金 是有几万亿那么多的 没有钱 给你们迟些退休 给你们迟些退休 迟些才给退休金来 但是它不保证你退65岁之前 或者是40岁到65岁之间 是有工作的 完全没有这个保证 那怎么办呢 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退休金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中国大陆 就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 这些情况是一定会 转化成一些社会的很大的问题 是大量人群的问题 他们一定会出来 有这个革命 那个革命 这个运动 不过我就觉得 就是说来说去 现在的情细 其实很清楚 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 我们久不久回回回回头 看看最近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给大家一个更新 但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这样的剧本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石本的原创人 其实就是中共自己 它不需要拿来碎 由于这几年的所谓的抗疫 那令到中国人 是将他们的接触 很多都用到七七八八的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要是没有工作 经济又下滑得相当之厉害的 情况之下 会出什么结果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所以真的非常之危险 那我们会继续跟进 美中之间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那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我讲了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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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